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诺斯罗普公司设计开发 早在1955年 他们就启动了一个代号为N-156的项目 目标是设计一款经济实惠 易于维护的战斗机 这个项目是对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倡导的政策的回应 为那些友好发展中国家提供价格低廉的战机 最终 N-156二型号脱颖而出 被正式命名为F5 自此成为冷战时期象征自由的战斗机 到了70年代 洛斯罗普公司再次参与美国政府发起的国际战斗机计划 重点转向空中优势 为西方盟友提供一种能够对抗苏联米格21的战机 这一计划最终诞生了F5E 也就是老虎二世 台湾在这一计划中成为重要参与者 生产了大量的F5EF战机 成为全球最大的F5系列战机使用国之一 虽然这些战机已经服役了半个多世纪 台湾最近才决定 让它们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退役 然而 如何处理这批退役的战机成为一个难题 封存它们成本高昂 卖给回收公司又显得太可惜 因此 一个富有创意的建议浮现 将这些退役战机改造成无人机 从技术上看 这个改造任务并不复杂 F5的基础系统已经相当成熟 只需要对飞行控制系统 视觉监控设备和传感器进行升级 然后与地面控制战连接就能够实现无人操作 美国早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将退役的战机改造成把机 用于测试各种武器系统 而台湾也有类似的经验 例如 在80年代 台湾通过建虎计划将四架F5改造成遥控把机 成功进行了导弹测试 因此 将这些退役的F5改造为无人机 不仅是一个可行的技术方案 还能够为台湾的空防力量提供新的战略价值 这是一个既经济实惠 又具备现实操作性的选择 这次改造任务并不是完全由台湾单独完成的 美国的Tracer公司也参与了这一过程中 F5战机在送往美国进行改装之前 经历了外观上的大变样 原有的编号和标志被彻底抹除 尾翼上只留下了蓝白条纹和美军的序号 然而 这并非一路顺利 首次试飞时 因组装上的小失误 导致所有的警告灯全部亮起 后来的一次改装飞行测试中 一架QF5战机在执行高距转弯时突然发动机熄火 连无线电信号也一度中断 幸好 飞行员迅速接管了手动控制 最终成功降落在爱德华空军基地 避免了一场潜在的危机 令人痛心的是 台湾空军的一位资深飞行员朱关蒙 飞行经验丰富 总飞行时间达703小时 其中有510小时是单独驾驶F5系列战机 然而 他在一次任务中因F5E机械老化问题而遇难 事后台湾表示 计划在2024年前 全面淘汰所有F5战机 事实上 F5E战机的退役时间早该在2010年完成 但他们已经超期服役了十多年 在90年代初 这些经过改造的QF5V战机被送回台湾 部署在制航基地 并由美国飞行员负责验收和定期测试 因此 将F5EF战机改造成无人机 并不是一个全新或无法实现的设想 中山科学研究院有足够的技术能力 来完成这一转型 使这些退役的老战机重新焕发生机 再次做出贡献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可行的方案 也展示了台湾工业的创新精神 从F5卫士到F5EF老虎战机 这些飞机曾是台湾空军的主力 特别是在70年代到90年代初 空军共装备了五个连队的F5EF战机 随着90年代F16战斗机的引进 F5逐渐退居二线 主要用于飞行员的训练 朱冠蒙飞冠正是在执行基本攻防任务的训练时 驾驶了一架1980年11月14日出厂的编号为 5261的F5E战机 最终不幸牺牲 台湾空军的飞行员训练采用三阶段 三级式的训练体系 从T-34C基础教练机开始 逐步过渡到AT-3高级教练机 最后使用F5EF作为战术训练机 通过约100小时的训练 飞行员能够掌握空中作战和对地攻击的基础战术 最终具备驾驶IDF幻想或F16等主力战机的资格 事实上 将战斗机改造成无人机 并不仅仅是制造一个传统无人机 而是像给一枚超级巡航导弹装上了机翼 这种经过改装的战斗机 不仅能作为导弹把机 还可以携带大量武器 在远程控制和精准导航的帮助下 它们可以直接攻击敌人的重要设施 如后勤基地 指挥中心 兵力集结点 以及军火库 执行高风险的自杀式攻击任务 从成本角度来看 把战斗机改造成无人机 是相对划算的 这个过程涉及几个主要步骤 首先 飞行控制系统和传感器 需要进行升级和改造 然后经过全面的测试和优化 以确保这些系统 能够满足无人机的操作需求 这一步的费用 通常在几千到几万美元之间 接下来 还要对无人机的载荷进行改进 比如安装新的传感器 摄像头和监控设备等 这部分成本也大约为几千到几万美元 在完成这些改装后 为了确保无人机的性能符合要求 还要进行一系列测试和评估 费用可能高达几万到几十万美元 最后 为了确保无人机的持续性能和安全性 还需要定期进行维护和升级 这也是额外的成本 然而 与从头射击制造的无人机相比 基于现有战斗机进行改装 具有明显优势 改装战斗机的技术平台 和操作方案已经非常成熟 减少了复杂的设计和制造流程 加速了研发和部署的进程 例如 将F-16战斗机改造成无人机时 主要是拆除不必要的部件 安装超过三千根电线 并将其与飞行控制计算机相连 最后通过自动驾驶系统进行操控 这种改装后 无人机的主要用途包括把机测试 空对空和地对空武器系统测试 以及执行携带炸弹的自杀式任务 改装后的无人机通常保留了原战斗机的飞行性能 有时甚至超过有人驾驶飞机的极限 例如 美国改装的QF-16无人机 可以以1-47马赫的速度 飞行至万米高空 并承受高达7G的机动过载 而传统飞行员在生理上难以承受的9G加速度 这些无人机也能轻松实现 相较之下 由于动力和燃料限制 大多数现代专门设计的无人机在循航速度 飞行高度和航程方面都不及改装战斗机 只有少数高空长航时 战略无人机能达到相似的性能水平 深入探讨后发现 改造战斗机 为无人机在载弹能力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无论是外部武器挂载能力 还是内部弹舱重量 这些经过改造的无人机的性能 往往远超那些 为特定任务专门设计的无人机 以美军的NPU-9攻击 无人机为例 其最大载重达到1、7吨 能够携带4枚地狱火、导弹 和2枚500公斤级的航空炸弹 而即使是美军最新的F-47B无人战斗机 最大载重能力也极有两吨 足够携带两枚2000磅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然而 经过改造的QF-16战机 不仅保留了其原有的技术性能 在航程和载荷能力上也毫不逊色 整体作战能力 甚至优于某些现代专门设计的无人机 2023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宣布成功将人工智能系统 集成到F-16战斗机中 使其具备了自主作战能力 在测试中 一架经过深度改造的F-16由AI系统控制 成功执行了一系列独立的飞行任务 随后 这架无人F-16再次升空进行了测试 显示出自主空战能力 在这些测试中 AI系统完成了超视距空战任务 而DARPA开发的空战计划系统 则展现了其在近距离空战中的机动能力 甚至与AI对手进行了激烈的空中搏斗 2020年 DARPA还组织了一场空战模拟对抗赛 直赛探索AI如何提升飞行员的空战技巧 在这场比赛中 一套控制F-16模拟器的AI系统E-5 0的成绩击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F-16飞行员 如果能将AI技术全面整合到F-16的作战系统中 美国的空中作战能力将显著提高 同时也能大幅减少飞行员的作战风险和训练成本 根据美军的规划 未来F-35将与无人版F-16协同作战 无人版F-16负责突破敌方防空系统 生存下来的F-16则会与F-35一同打击关键目标 这种将退役战斗机改造为无人机的做法 是一种高效 经济的创新 美军在亚利桑那州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存放了大量退役的F-16战斗机 由于当地气候干燥 很多飞机依然保持良好状态 改造后的QF-16无需飞行员操作 能够执行高风险任务 这些无人战斗机可以配备导弹 炸弹等弹药 也可以充当法机使用 这种利用退役战斗机改造无人机的方法 不仅成本低 效益高 还能充分发挥老旧战机的剩余价值 然而 曾是台湾空军主力的F-51F战机 也面临服役时间过长的问题 尽管F-51E在训练飞行员时 展现了其空优战机的价值 但由于服役超过40年 其机身老化 零部件供应不足 发动机也早已停产 导致只能依靠不断翻修来维持性能 可靠性不见下降 本应在2019年退役的F-51战机 因台湾军方选择引进永鹰高级教练机 而延长服役 永鹰教练机预计将在2026年交互使用 因此F-51E将至少再服役5年 尽管改造战机为无人机 和引进新教练机都带来了诸多优势 但它们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 改造无人战机 对起降条件要求较高 仍然需要依赖机场跑道和地面支持设施 无法像某些专门设计的无人机那样具备灵活的起降方式 此外 改造后的战机在隐身性能上存在局限 旧型号的气动设计和结构布局 使它们的雷达反射面积和红外特征更加明显 容易被现代探测系统发现 因此 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相对较弱 F-5战斗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洛斯罗普公司的N-156项目 其原型机是T-38交变机 该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种低成本 易维护的战斗机 作为美国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为其盟友提供作战支援 为此 洛斯罗普公司设计了多个机型 最终 N-156UP设计被美国军援计划批准 并正式命名为F-5A战斗机 F-5B则是其双座训练版 从1964年首批生产合同签订至1972年生产结束 洛斯罗普共制造了636架F-5战机 其中包括200架F-5B教练机 在1960年代 台湾通过美国军事援助计划 获得了92架F-5A和23架F-5B战机 并于1965年正式服役 这一计划被称为御山计划 F-5A在台湾空军中服役了将近22年 而F-5B则服役了31年 1970年代 洛斯罗普公司在国际战斗机计划框架下 开发了一款为抗衡苏联米格21的空优战斗机 这款升级后的F-5A21机型后来成为著名的老虎二世 F-5E战斗机 与F-5A相比 F-5E具备更大的机身 更宽的翼展 以及更先进的航电系统 F-5F则是双座战斗教练机 与早期的F-5B不同 F-5F重新设计了机笔 并保留了一艇M39机炮 1968年 台湾与洛斯罗普公司签订协议 合作生产F-5EF战机 内容包括技术转让 人员培训和生产设备的提供 这一合作被称为虎安计划 1974年10月30日 首架F-5E战机中正号在台湾下线 在全盛时期 台湾空军拥有全球最多的F-5EF战机 然而 到了1990年代 随着台湾引进更先进的F-16战斗机 F-5EF逐渐转为训练用途 虽然不再是前线主力 但其作为训练空军飞行员的选择 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战机开始面临机身老化 和零件短缺问题 F-5EF的发动机 早在30年前就停止生产 维持其性能 只能通过不断的维修和翻新 原计划是在2019年 让F-5EF退移 当时台湾考虑从意大利引进M346高级教练机 以取代AT-3GF-51F 然而 台湾后来决定启动永银高级教练机的国产研发项目 放弃了从意大利引进的计划 这意味着F-51F的服役期 至少延长5年 从而使这一系列战机 在台湾的服役时间突破50年 面对这批老旧战机 台湾目前在探索最合适的处理方式 美国在战斗机无人化改造方面的成功经验 启发了部分人提出一个设想 将F-5战机 改造成无人机 继续发挥这些老战机的剩余价值 并为台湾提供支持 至于这一计划能否顺利推进 以及美国是否愿意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